中国南篮输球后再赢坏消息,小组出现难度骤增,心疼意见连。 当然,输给波兰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彻底告别了世界杯,成为了一名看客,因为还有一场和委内瑞拉的比赛要打。 只要能够拿下,出现还是有希望的。 只不过,在中国南篮输球后,却再赢来一坏消息,小组出现的难度骤增,周琪本身就是一个心理素质不过硬的球员。 这从他首战抽筋和次战的几次关键性失误就能看出来。 如今再加上因为自己的失误而让球队遗憾输球,以及球迷对他的指责,心理上肯定会背上沉重的包袱。 所以周琪对于整个中国南篮来说还是很重要的。 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意见连之后,中国南篮的领军人物。 如果中国南篮不能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拿下委内瑞拉出现,那就真的是有点心疼意见连这位老将了。 他的表现始终一如既往的出色,对阵波兰就是周琪阻断了阿联的封神之路。